苏州河畔有很多的美景 不是只有三件套而已哦 看到清水红砖不禁的往前走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地方 它有这样优美的建筑 原来它是有着六十几年历史的上海划船俱乐部 它就在这个位置看看它的建筑 是有着维多利亚跟戴着巴洛克风格的样貌 是不是很特别呢 让我们绕场一圈 有着白色发色的格子门 还有腰线 更是用红砖砌层的整个建筑物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典雅 还有它这墙上的钩缝 是用红砖砌层的 可以看得出 它整栋的建筑物 四个面都有很好的设计 表示当初的用心 坐在这个河畔 喝着咖啡或者下午茶 是不是最浪漫的事呢 家人们 你也想来吗 它就在苏州河畔哦 我们还是走到对面去看一下这栋神秘的建筑吧 其实呢 它是属于之前介绍过的外滩园一号的建筑物的一部分哦 只是当时这一块地方它不给看 那我就只能在外围偷拍呀 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啦 就是拍下一些美好的建筑跟设计了 它其实呢 是百达菲利的一个展馆哦 是他们与欧洲以外打造的百达菲利沙龙 具有相同地位跟功能的长数 这个原底呢 其实在斯登家族的心目中 它就是他们在日内瓦以外的第二个家 传承了他们品牌的历史跟价值 难怪保安小哥如此的严谨了 不让我走进去看一下 但是呢 可以知道的是 它的建筑外观是有着维多利亚的风格 更是在腰线还有眼口都有着细腻的雕刻 还有这样古典的门窗 让我好想进去看一下 家人们如果你也是他的收藏者 请你进去拍摄一下 分享给我好吗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恭喜发大猜